我们的束控液体罐装机 我现在教你来测试一下 我先给你讲一下 我们这里面的数字啊 00002这个是技术的 这个WT是 就是说罐装时间的设定 就是说这个头啊 开了多长时间就停掉 是量都是靠这个来设置的 SP是速度 就是像自然水一样 开大点开小点的速度 ST是间隔时间 就是说我们机器自动罐装啊 这瓶罐好 另一瓶马上罐装 中间的间隔时间 然后我们上面的程序 0123456 这是就是说 可以设定六个罐装量 一到六这个罐装量 它可以保存记忆 比如说你速度这些都设定好了 保存到一上面 下次按一 它就是你那个量 然后我们旁边这个啊 旁边这个等一下啊 说 这是点动连续的 点一下 按下下面这个启动键 去脚踏 启动键 再点一下这个启动键 再点一下这个点动了 上面就再点一下启动 就是自动了 现在是自动挂装模式 我们刚才说的间隔时间 就是这一屏和下一屏之间的时间 好 然后自动变成手动 我再帮你操作一遍 按一下这个 第一个键把它关掉 启动键按一下 启动键按一下 然后脚踏键按一下 你看它关一下 按一下它关一下 然后我们罐装量调整 这几个键的调整 我给你讲一下 首先我们的技术是不能调的 只能清零 现在009 我把它清零 你看一下 清零一下 清零这个键 按下这个清零 已经零了 第二个是罐装时间调整 这个上下键 移动了 你看这个 上下键 按下这个设定键 按下设定键 按在几秒钟不要动了 这个轰动跳动就可以了 然后呢 按一下这个上下键 按一下这个零 下面有个坐标 我们调整哪一个的话 它下面有个数字在闪 看上 然后呢 这个左右移动了 可以这个可以加一下 这个是简的呢 设定好之后呢 然后这个设定键 再按一下就可以了 就设定好 然后我们再给你 速度调整 想一下怎么调整 速度 设定键按一下 那我现在就在速度上 数字在闪 可以了 然后再间隔时间调整 给你演示一下 也在设定键按一下 设定键 这个第二个键 就是设定键 要按住松住 几秒钟不丢 它才会变化 这里一闪的时候 这个面板就可以调整 然后我们程序 012345 这里 就是说怎么样 移动过 设定哪个 给你调整一下 我们现在是1 调整2 再调整3 445 那我们靠这个圆圈来调了 好 这个就设定好了 谢谢大家